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有关忧虑方式 那么上个主日我们所提到的是忧虑的原因 那么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回去这一个礼拜看一看 看看你心里还有什么忧虑 那如果你忧虑的时候呢 你就想一想到底你是属于哪一个原因 你是属于哪一种种类 我们有没有用三个忧虑的原因来判断我们忧虑的种类呢 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们上周我们上个主日讲到 根据马太平第六章提到的三个原因 说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呢 忧虑的原因第一是什么 关心过度 第一个是关心过度 如果你真的忘了可以把讲义拿出来看 上面我偷偷都把答案打上去了 第一个是什么 关心过度 那第二个是什么 灵里面黑暗 第三个呢 轻重不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忧虑的 都有忧虑的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 动乱让我们担心 动乱让我们操心 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新闻跟消息快速传递跟流通的时代 所以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呢 传千里 所以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是不好的消息 而且人很奇怪 好消息不容易记得 坏消息我们记得特别的清楚 而且 人生不如意识时之什么 所以啦 就对我们而言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 没有压力的 那你要把忧虑除掉 那个要很大很大的定力 那我们又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很紧张的地区 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时间极度压缩的地区 我不知道你早上起来到现在你做多少事情了 如果你早上起来到现在你还很轻松 那我要很感谢你 除了一鸣弟兄刚才讲说 上帝给我们免费的空气 给我们阳光 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之外 你要感谢上帝给你一个不紧张的生活 有的人生活非常的紧张的 有时候我们速度非常的快 时代越进步 我们速度越快 我们速度越快 我们越受不了 如果你今天跟几个人一起讲话 像有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个讨论的主题永远不会固定的 以前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是不会跑掉一个范围的 如果我们讨论这个主题 那大概几个人讨论都是在这个主题范围之内 现在不是对不对 因为思想的关系 因为我们使用科技的关系 我们的脑筋会非常快速的移动 而且会连在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上面 所以你一个主题很难谈完 很难谈完 如果你现在看电视的call in的节目 有没有 你从头看到尾 你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变动他的主题 没有一件事情经过比较深的思考 所以人在一个速度 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没有休息 我们没有休息 我们思想没有休息 我们行动没有休息 我想到以前 当然我也没回到那个时代了 不过我们那个时代稍微可以说 我们约定多久以后见面 在哪里见面 到那边说不见不散 结果他真的没有来了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现在你没有这种事情的 没有什么不见不散的 还有到那边即使没有见到 我们也可以散 还有我们到了那边 找不到你没关系 电话拿起来就打 马上可以找到你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压力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从瑞典讲完到 就说要到另外一个东西讲到 本来就安排好的 原来在瑞典 是在世界上 现在算起来是最安定的地方 生活最稳定的地方 然后各样的事情都是经过整理 因为他们发展的比较早 所有事情都是稳定的 他们整个的状况 是一个稳定的状况 以后从瑞典出来 从瑞典出来之后 转了三番飞机 转到缅甸去 转到缅甸去 而且跟一个人约了 跟谁约了 跟石荣英姐妹约 约在泰国曼谷的机场 等我上飞机的时候 还没看到他 我们坐同一班飞机上 来到缅甸去 然后到了飞机上 还没看到他 我们也没办法 他还没到 我们就直接进去了 我心想说 反正上了飞机 他会上来的 后来我们上了飞机 下飞机就看到他了 那他太晚进来了 所以我们就到了 到了下了飞机之后 马上就有人来接我们 接我们就什么话都没讲 赶快都来不及了 跟着买了票了 买了什么票呢 不是秀场的票 是赶一辆长途巴士 十二个小时的票 我们一到那边去之后呢 就是说赶快上厕所 上厕所 就塞到那个巴士里面 那个巴士不是我们台湾的巴士 是我们早就淘汰 不用的那种巴士 我不知道你们还 有没有记得 我看这边有些年长的 大家记得 金马号你们坐过吗 很多人坐过 对不对 金马号的艺名都没听过 哇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很窄啊 你根本都不能坐的 很近的 然后坐在里面 一送送十二个小时 中间下来 做一件事情 上厕所 厕所在哪里呢 厕所 男生在右边 女生在左边 小号近一点 大号远一点 听得懂吗 在郊外 然后就再上车 就再走 再走 坐了十二个小时 然后就要下来 下来之后 有人来接我们 接我们就说 赶快去吃早饭 就把我们弄到一个地方去 吃完早饭 拉了就走 有一辆计程车在那边等我们 那个计程车坐起来好像有轮胎 有轮子没有轮胎 你听得懂吗 你们听不听懂 有轮子没有轮胎的 以前脚踏车不是有这种东西吗 就是没有轮胎 只有轮子 有没有 以前那种脚踏车有这种的 哇 就一坐一坐 头撞着满头包 就坐了六个小时 没有 那时候坐八个小时 然后才到缅甸北部 靠近中国的边界 下来之后 他们跟我说 说 哎呀好高兴你来了 我心想说 哇我从最 世界上最繁荣的地方 最发展 到了最落后的地方了 都最落后的地方了 因为沿路走啊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啊 下来之后 他们说 李长老 真高兴你来了 我们马上开始讲到 现在他们已经唱诗了 压力多大 等我那天晚上上床的时候 那个床当然也不提也罢了 可是我看到那床 我真高兴 因为七十二个小时 没有看到床 生活紧张 压力很大 每一天 我相信不是只有像我这样子 说赶场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哪一个生活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人说 我们可以静下来 我们真的觉得很大的恩典 所有的时间扣得紧紧的 扣得紧紧的 而且 现在的人啊 连走路都不好好走 都要拿个电话 对不对 有的人是无聊 但有的人是不得已的 因为有这么先进的设备 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走路当中 就把事情结束了 不瞒各位说 我也都是这样 我最常打电话的时间 是在车上的时间 我就把耳机挂着 上车就开始打电话 打到下车 因为在办公室的时间 是不可以拿来打电话的 太浪费时间了 你知道吗 在办公室的时间 不可以拿来打电话 在办公室跟别人讲话的 在办公室是决定 那件事情的重要性的 在开车的时候 可以打电话 压力变得这么大 那不只是我们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工作的人 你一定感觉到 有做不完的事情 一件又一件 如果你是学生 你会觉得有读不完的书啊 如果学生 你又不肯放弃一些活动 你又觉得说我要上电脑 找找资料 跟别人聊聊天 打打电动玩具 我保证你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你很紧张 一天怎么过去 一周怎么过去 我们都不知道的 以前啊 还会算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我已经不 我已经很多年不知道 今天礼拜几了 我真的很多年不知道 今天礼拜几了 我就早上起来 就拿一张单子 就这样生活 我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礼拜天是最好的 礼拜天大概都是六七件事情而已 平常都是一张满满的 正面反面满满的 到哪里做什么 谁到哪里做什么 谁到哪里做什么 就这样子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一个这样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非常的忙碌 可是我们上次说 其实真正让我们心里 烦躁 忧虑 紧张的原因 并不是这些外在的因素 而是另有一些内在的因素 什么因素呢 我们那天提到 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我们讲义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人会忧虑 一个人会被外在的刺激 造成内心的忧虑 是因为他对某件事情 关心超过了 然后他灵里面 又不能分辨 他是黑暗的 他看不清楚 不够光亮 以后他轻重不分 在这段圣经当中 主耶稣其实是用 财物来做那一件事情的讨论 他是说如果你过分关心 你在地上的财物 而你灵里面黑暗 无法认清楚财宝 其实不是我们在地上 最重要的东西 你就会不分轻重的 把时间 把精神 放在地上的财宝上 财宝上 当你这样做 而做得很成功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有财富 你会越来越看重财宝 因为财富越来越多 上个礼拜我问你们 说人有三百万够不够 说够的人呢 都是没有三百万的 后来有人就跟我说 真的是这样 因为后来他们小组的时候呢 他们又讨论这个问题了 他们说 李长老说三百万够不够 我们讨论一下 三百万到底够不够 后来他们每一个人 讲完了之后就知道了 有三百万的人 都是三百万不够 没有三百万的人 都是三百万够了 可是你说 有三百万的人 多少钱够呢 没有一千万的 认为一千万就够了 有一千万的认为 一千万绝对不够 你就会发现 我们有了还要更多 你会花更多的时间 去赚取财宝 的倒过来说 如果你花了时间 如果你花了力气 却没有得到 你认为你应该得到的 你就会沮丧 你就会生气 你就会失望 你就会不甘心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面临这种失望 难过 你就越来越忧虑 主经书在那个时候 讲的是财宝 其实不只是财宝 我们会如此 主耶稣只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 当我们关心过度 当我们邻里黑暗 而轻重不分的时候 忧虑压力是免不了的 那么除了财宝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也让我们这样啊 比如说 人际关系的互动不良 或者我们工作的前途 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很清楚的定向 或者整个社会的不安 或者整个身体的难处 身体的疾病 或者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 昨天晚上 我就跟了一个 一位弟兄姐妹吃晚饭 为什么 她是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那么跟她在一起呢 她所有关心的 她所有关心的就是政治 她除了政治之外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关心什么 她压力真的很大 怎么讲都是讲到政治的里面 我们陪她 我们也只能聊政治 因为她别的议题 她都没有兴趣 她没有意思 她觉得只有这个事情 忧心忡忡 很多很多的想法 你就发觉 她没有办法逃脱那个范围 没有办法逃脱那个环境 因为她在那个里面 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情况呢 当我们有担心忧虑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面对呢 不管你是什么担心 不管你是怎么忧虑 你说哎呀 我的儿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我的父母身体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我的工作 甚至我在说嘛 上次我就提了嘛 很多人不忧这种小事 专门忧国忧民 对不对 忧国忧民 虽然我们真的知道 忧国忧民 也轮不到我们这些人来忧 可是你就不能不忧 你就不能忧 你就会忧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来读一次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 我们全部读过去 我们来看到底 圣经上怎么说的呢 十九节我来读 二十节你们来读 我们赶快读过去 当你读的时候 你专心的读 把它记起来 到底在那边讲什么东西呢 十九节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蛙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读下去 我们现在读下去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集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我们上读说 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 完全是讲到如何解决我们的忧虑 为什么呢 因为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一直讲到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 是要告诉他们 不要忧虑 在说完了忧虑的原因以后 主耶稣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解决我们的忧虑 我们认不清真正的目标 找不清 找不到准确的方向 是我们忧虑的原因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的忧虑 从二十五节开始 主耶稣提到四个步骤来解决忧虑 四个步骤 讲到步骤就是有先后关系 对不对 如果讲到四个方法就是选择其一 是不是 现在有四个步骤 主耶稣告诉我们有四个步骤来解决我们的忧虑 第一个是什么呢 新闻读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我们就说二十五节 一杯请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在有关财宝的这件事情上面 主耶稣要门徒分别轻重 让他们认识清楚 到底什么比什么重要 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知道什么比什么重要 忧虑的解决的第一个步骤 请你写下来 是听基督的话语 是听基督的话语 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听我告诉你们的 如果你有忧虑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 听基督的话语 听基督的话语 主耶稣开始告诉他们 说怎么样解决你们的忧虑呢 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分别轻重 你要认识清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生命和吃什么 喝什么哪一个重要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吗 你真的认为生命比较重要吗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你一天用在吃喝的时间 包括你想吃喝的地点和内容 包括你跑到那边去吃 然后跑回来 有的人真的是可以开车到 我讲是坐台北的人 开车到新竹去吃一碗米粉再回来 我没有说这样的不好 我只说他愿意花这个时间 他愿意花 时间去 想吃的 想喝的 跑去吃什么喝什么 有一次 李焕的女儿 请我们吃饭 到那边我就碰到李焕 很多年前了 李焕 那个时候刚刚从院长退下来 也过了几年了 有天我到他们那里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李伯伯 我说最近还好吗 他回答我非常有智慧 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吃最好 他说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吃最好 他说看到好吃了 就要好好的吃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而你相对的有花这么多的时间 在充实你的生命吗 我们不是在讲维持一个肉身的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维持肉身的生命 吃的很少对不对 你吃的多了反而麻烦 所以我们维持肉身的生命 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讲的是说 你花时间去了解生命的意义 花时间去实践生命的目的 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做这些事情呢 你我为什么而活 你兄姐妹 这个问题 问了大家很烦的 你为什么而活 很烦的 你每次都问这个问题 这老师已经问过我们了 从我们小的时候 你现在还问我 我都五十岁了 我都八十岁了 为什么而活 我们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不想啊 你没有想清楚的时候 你一直活下去啊 为什么而活 为吃而活 为穿而活 为工作而活 为活而活 为不知道什么而活下去 基督说 你也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而活 生命真的不是只有吃喝拉杀碎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生命是这样 那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有什么差别 人的生命跟昆虫生命真的没有差别的 有时候我想想如果人真的不知道活的是为什么 鼻子昆虫都还不知道啊 都还不如啊 昆虫生命很短你知道吗 结束了就好了嘛 何必那么辛苦呢 活到七十岁八十岁还觉得活得不够长 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活得很吃力的 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 生活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工作下去 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多少人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只是一些不重要事情的循环 循环 所以在这边二十节主耶稣讲到天上 他说天上没有虫子咬 天上是属神的地方 二十三节这里讲到基督说 说什么 说我们有里头的光 所以有里头的光 所以是讲到属灵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 二十四节讲到侍奉神 是讲到我们生命的归属 讲到生命归属 生命活着的时候在地上的目的 所以三个礼拜 我回去之后我就问有一些人说说 上个礼拜没有讲 你解决的知道你活得下去吗 因为把原因都讲明了 很多人说其实原因讲明了 我们就知道了 你看到没有 原因讲明 忧虑的原因找到了 我们就不害怕了 就怕找不到原因了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原因 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主要是在答案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题目原因已经有了 其实答案也有了 因为告诉我们说 不要记得还在地上 要在天上 所以有天上 第二里面有暗 可是有暗就有亮 所以有光 第三 他说不能事奉两个主 有轻重 你只要知道 有所轻重 则尽道义 所以就发现了 原来是这样 还是我们有 每一天都是吃吃喝喝 过一天 算一天 反正没什么目的 别人也都是这样 何必那么紧张呢 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的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他又说 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 没有那么严重了 说为穿什么而忧虑 但是主耶稣在这边 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生命重于饮食 身体重于衣裳 其实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 要我们之所先后 之所先后 不是就不会忧虑 而是我们会开始为 有意义的事情来关心 来操心 来思想 这个最重要了 不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先 什么是后 我们就不会忧虑 我们还是会忧虑 只不过我们现在开始 关心的是比较重要的议题了 如果你知道生命的意义 如果你真知道活着70年 80年 100年 是为什么 那你绝对不会 有多少事情让你忧虑的 昨天晚上我去探访一位 下午去探访一位 教会一对 老弟兄老姊妹 我讲老 他们真的是相对我们老一点了 弟兄八十几岁了 姐妹七十几岁 去到他们家跟他们聊一聊 谈一点事情 为他跟他们一起祷告 他们跟我说 他们去探访 八十几岁的老先生 带着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去探访 去探访 他们探访谁呢 探访比他们年纪大的 我们教会的弟兄 还有比八十几岁年纪大的 老弟兄在 还有的呢是 年纪没有他那么大 可是在养老院里面躺着的 他们夫妻两个就去探访 他们活着有意义的 他们活着有目的的 他们说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他们把很多人拿来祷告 为教会祷告 八十几岁的弟兄 带着七十几岁的姐妹 他们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们把时间花在这边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就跟我说 说李长老啊 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些老弟兄 真的很辛苦 我们教会要不要考虑到他们啊 你看他有忧虑吧 他有关心吗 他说李长老你上次不是说吗 说如果我们教会有一块地 我们是有啦 但是很远的地方 他说你不是说我们要盖一个 盖一个老人的地方 我们大家多多多都在一起吗 他说那样子不是很好吗 我们老了我们大家互相做伴嘛 他还在关心了八十几岁的人啊 他没有关心我怎么办 他关心别人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之所以会忧虑 是我们把不需要看中的事情 看得太重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看中个人的名声很重要 所以别的一误会我们 别的一看不起我们 或者别人不知道 我们做了多少好事 我们就不行了 我们就不行了 如果你知道我们活着 只要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 做完了就好了 如果你知道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别人不满意我们 没有关系 别人不在乎我们没有关系 别人不认同我们没有关系 别人甚至不知道 不感谢 你真的不会太在意 如果你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 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真的这么重要吗 还是我们是因为抓不到 生命的重心 生活的目的 所以需要别人的眼光 所以需要别人的肯定 所以需要别人的肯定 我们是不是需要别人的肯定呢 所以这边主耶稣第一个告诉我们 他说我告诉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解决我们忧虑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听基督的话语 当我们有了基督的话语 我们就知所先后 我们知道生命的重心在哪里 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人 如何完成一件事情 当然基督的话很多 不只在这里 不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马太福音第六章 事实上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很多基督的话语 广义的来说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都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基督的话语 神的话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为什么会忧虑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把神的话 因为你没有把基督的话 存在心里 听在耳里 如果你把基督的话 听在耳里 存在心里 你不会有这么多忧虑的 第一个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还有很多事情忧虑 我建议你每一天要分别一段时间出来 这一段时间什么事都不做 我告诉你 你把那些忧虑的时间 拿来做另外一件事情 而那些事情是不仅帮你解决你的忧虑 而且让你生活有智慧 就是你打开圣经 你读神的话 然后问神说 什么是我生命的重要的事情 我应该看中什么事情在现阶段 不管你的年龄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的阶段 有不同需要看中的事情 在不同的处境 有不同的重心 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你的圣经 什么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我要看中的事情 现在令我忧虑的事情 有这么重要吗 你在读经当中你问上帝 你就看神怎么对我说 如果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那我应当如何行 又有哪一件事 应该烦扰我的 你知道很多人用思虑解决问题 我告诉你 思虑不能解决问题 思虑只产生更多的问题 我们应当来到上帝的面前 基督告诉我们 第一个解决思虑 忧虑烦闷的方法 是读基督的话 如果你说 我从来没有读基督的话 我想了很多 我告诉你没有解决 因为基督告诉我们 第一个解决 我们忧虑的步骤 是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我应当如何面对 我告诉你 你会因为听基督的话 而远离忧虑 你会因听基督的话 而远离忧虑 你相信我 我是失败无数次 才得到这个结论的 我是失败无数次 才得到这个结论的 我每次都说 我仔细想 我在分析 可是有时候 但是没有路走了 打开圣经一打开 我不是故意打开 哪一页哪一章 我说按着顺序读到了 我就说 主啊 你让我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是像神说 像那个庙里面说 拔杯 对不对 是一正一反 那就是要这样做 不是 我不是把那件事情 单独带到神的面前 说这件事情 要怎么处理 我乱说主啊 我没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打开你的圣经 每一天花一段时间 解决忧虑 我们有精神科的医师 他用药的方式来帮你解决 我们当中有学学心理学的 学资上的 他会告诉你 怎么把你帮你整理 除了这一些 我们可用的方法以外 基督告诉我们 第一件事情是 听基督的话语 你听他的话 他才是智慧的源头 他才是所有的解决 耶稣是一切的答案 请你打开圣经 这是你第一个要做事情 第二个要做事情是什么呢 请我们读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二十六到三十节 二十六 我来读二十六 你们读二十七 二十六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何必为异常忧虑呢 你想野地的花 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 他也不劳苦 也不仿仙 三十节请 你们这小姓的人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装饰 何况你们呢 第二 第二 主耶稣在这边 要他们看天上的飞鸟 要他们想野地的百合花 所以第二个 解决忧虑的步骤是 想上帝的作为 或者看上帝的作为 请你写下来 第一个听基督的话语 第二个 想上帝的作为 或者看上帝的作为 主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会忧虑 是因为我们看重 不该看重的 我们去想 不必要想的 可是主耶稣不只是叫我们 不要看 不要想 我相信我们 所有人都会说这个话 你能够说 我不要想某件事吗 我问你们 你能够说 我不要想这件事 你有办法这样 你如果能这样 你根本不会忧虑了 所以主耶稣不是叫我们 不要想 不要看 他乃是积极的叫我们 去看对的东西 去想对的方向 这个完全不一样 你不要做就好了吗 我能不要做 我还要你教我吗 我就是不能不做 你不要这样想吗 你为什么往负面想呢 我也告诉我自己 不要往负面想啊 谁想往负面想 可是我不得不往负面想啊 所以不是叫我们 不要做 主耶稣告诉我们 说不要那样做 但是你要去做对的 就是看上帝的作为 就是想上帝的作为 这边说天父要养活 那些不种不收的飞鸟 他难道不看过我们吗 所以当你看到飞鸟的时候 你会想到上帝爱我们 想到神爱我们 有一次我到大陆去培训 到大陆去培训 我去的时候 那样是非常穷的地方 我在这边跟你们说过 我去的时候 他们给我吃了东西 我第一顿我真的吃不下去 他们已经想尽办法 他们四十几个人 他们一个人一天的菜钱 一个人一天的菜钱 跟我们做老师的 一个人一天的菜钱 差十倍 就给我们吃了十倍 他们的好东西 可是哪些东西我不能吃 我吃不下去 如果认识我的人知道 我是很能随便吃的 你听得懂吗 我现在发觉我们家 还有一个比我更能随便吃 叫做软文青 他是比我更能随便吃 他说别人说 哎呀什么东西吃不完 他说给我给我给我 他说干什么 他冰起来 我下一顿吃 人家吃剩了 他说不要丢 不要丢 因为他们都是做浓的 你知道吗 他们做浓的 从小就这样子 他什么都不要丢 人家吃剩了 他说不要丢 我们以为他拿去喂狗 不是他喂自己 我已经很能够随便吃了 我很能随便吃 当然我吃不下去 过了几天 我实在没有办法 有一天我忧心 忧心什么 我看他们那个状况 我说中国大陆这么大 这几个船道人 从各地调过来 是非常好的船道人 都是很优秀的了 可是我觉得说 他们对他们困难 我心里想了 他们对他们困难 他们根本没有钱 他们一个月 船道人一个月 连伙食费 连工作费 150块 不是美金 是人民币 你要搞清楚 150块 连吃 他们最大的花费 是在用 在交通上面 跑来跑去 他们工作范围太大 不像我们 工作范围就这么大 每天都懂吗 他们工作范围很大的 后来我就带在那边 我就吃不下饭 饭端给我 好多天了 我吃不下饭 我就走到 我就在那边 看着外面 那时候后来就 我就心想说 我就是弄了点钱 我们教会很有钱 你们知道吗 你们后期不觉得 你很有钱 我们教会很有钱 我们真的很有钱 如果你到过别的教会 如果你到过别的地区 你会知道 我们真的真的很有钱 昨天 我碰到一个信义会的 他们 真理堂 他们要盖新的礼拜堂了 他们把旧礼拜堂拆掉了 对不对 他们要盖新的礼拜堂了 后来 我就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的压力很大 我们 钱抓得很紧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们要建堂 我说对啊 对啊 他就说 他说我们要 你知不知道 我们盖那个礼拜堂 要三亿 我笑笑的对他说 三亿而已 我说那地还你们自己的 而且坐落在台大的对面 看到没有 新生南路 那块地很大 我说才三亿 我说你们建堂才三亿 我说对啊 我说你们多好人啊 他说平常主路经败 一千多个人 我说一千多个人 三亿有什么困难呢 后来他告诉我说 他说因为我们里面 百分之八十 都是学生 或者是刚刚毕业的 我说那难怪了 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 我说我们教会在想 我们教会有什么一千个人 我说我们教会在想的时候 如果有三亿 我们就关起门来 把笑几天 如果我们教会要建堂 三亿 我们三亿的三倍都还不能 还不能建堂 我们今天要建堂 三亿的三倍都还不行 他们没有办法建堂 他们三亿 所以我们教会很有钱的 我那时候就在大陆 我去想说 我一定要回台湾 去找一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跟他们说 我们只要少进一次餐厅 少进一次餐厅 就可以供给他们 一个月的生活费 大陆的工作费 一个月 我说我们少进餐厅就好了 我说我就弄个点钱来 后来我就在那边很着急 我就想说 怎么回去弄个点钱 我说几百万 我有办法了 我在想 我们教会弄个点几百万 那没有问题吧 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 天上有两只麻雀 飞下来 你知道那时候冷到 因为我们在华中地区 没有暖气 冷得晚上我睡觉 都一直发抖 你知道吗 后来两只飞鸟飞下来 麻雀 在那边吃地上的东西 地上其实没有东西 因为是春天的时候 地上还没什么东西 他一边吃 我就觉得好可爱 怎么会有两只麻雀飞下来 在那边吃呢 是真正的麻雀 不是其他的鸟 他在那边吃 你看看看看看 后来我突然发觉 那两只麻雀还蛮肥的 我突然想起这句话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重 也不收天赋上去养活他 神跟我说你紧张什么 给我感动 说你紧张什么 这些传道的是我养的 还需要你吗 还需要你吗 那你弄几百万进来 丢到那边 几百万丢到中国大陆 这传道工作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神说他们所需要的 我们给他们装备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神负责 神负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到上帝的作为 你们忧虑会拿掉 我们那天就忧虑拿掉了 耶稣又说二十八节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也不仿现 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 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知道我以前 都不明白这个东西啊 我说所罗门可以穿多漂亮啊 纽约时尚 对不对 巴黎的时装表演 你穿得很漂亮啊 后来我想到 都人为的 你们不发觉 我每一次来 我坐在这边的时候 我都看我们 这里插了两盘的花 你们看不看这些花的 如果不看 我们把钱省下来 可以拿来建堂耶 不然我们可以拿去捐给人家 送给人家信义会的那个真理堂 人家现在缺钱耶 我们把花本来这是给你们看的 你们有发觉 今天两盘花插得不一样 很少这样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一年没有两次插得不一样 很奇怪 为什么插得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了 我不负责插花了 我不了解 可是如果你仔细地看那些花 每一朵花都非常的奇妙 不要说花光看叶子 你就不得了了 那是神创造的 那是神当中长得完全不一样 每一朵花都非常的奇妙 圣经上 耶稣告诉我们 叫我们想 想什么 想到其实神 护理一切 对不对 想到神用双手拖住万有 神维持一些事情的进行 谁也叫一些事情 发生 神叫花开 神叫日出 神叫我们的儿女长大 神叫教会继续前进 神如果爱一朵花 让它可以长得这么漂亮 等一下你们会后 你们可以去看那些花 不要浪费很多的钱 在这些花上面 如果你们不看的话 哎呀 你会觉得花 怎么可以长成这个样子呢 人啊 想不到 如果你不是看过 某些花的长相 你不会画出一种花出来 很美观的 你听不懂吗 人受限于我们的眼光 因为我们的眼光 实在太窄了 你从来没想到说 花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你去看 怎么可以长成这个样子呢 神的创造 神的创造 可是 神如果给花 都可以这样的装饰 其实神更想要 让祂的恩典来装饰我们 我再讲一遍 如果神可以让花长成这样子 其实神更重要的是 想要祂的恩典来装饰我们 可惜我们跟花有所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有自己的意见 花没有自己的意见 你听得懂吗 如果我们像花就好了 花没有自己的意见 所以神可以尽情的装饰它 我们有自己的意见 所以有些恩典我们要 有些恩典我们不要 在这件事情上面 花反而比我们更好了 它可以让神来装饰它 我们却要自己装饰自己 有多少的愿意让神装饰你 还是你要自己装饰自己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看大自然 去看去想 你只要啃到野外去 你只要啃往外走 而不要只往内心去找 你会从忧虑出来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你不要往里面去找 你要到野外去看 上帝的作为 看神的作为 今年四月的时候 我到苏格兰去讲道 我人虽然在外面 其实心都在这里 所以我就 因为心太多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会反 所以有时候我就出去外面讲道 我在台湾 原则上不到别的教会讲道的 除非欠家人情 不然我不到外面讲道的 昨天还有人问我 说你在你们教会不讲道 怎么办 我就坐在下面听 他说你不到外面讲道的吗 我说在国内 我不在外面讲道的 出去我是想换一个场景 然后也给外面的弟兄姐妹 有点点帮助我就出去 我出去的时候 我就常常想到我们的同工 有一天我就在想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的长得快 有的长得慢 有的我为他 我为他很操心 有的我急起来 要求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亚苗助长 亚苗助长 可是教会要往前走 我们不同心怎么行呢 所以你知道吗 前面的你要叫他慢一点 慢一点 后面的你要赶 像赶鸭子一样 走快一点 我们不能队伍不能拉太长 不能最前面最后面 拉很长的距离 那个要改 改得很快 赶得很快的 可以慢慢拉 中间不能去台湾 所以又赶这边 又压那边 那很辛苦的 我就常常很操心 那天早上 我又很操心的 就在那边早上起来 其实等一下要讲道 可是我并不忧心 讲道的事情 我就在那边走来走去 那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堡 那古堡六百多年 哎呀 那个房子里面 不知道住过多少代啊 几十代的人住在里面了 我就 古堡外面都很漂亮 台湾很少这种地方了 一望无际啊 只有那个古堡 一望无际 你所看到的地方 通通是原野 好漂亮啊 我就手插了口袋里面 就在那边走 很冷 很冷 因为纬度很高 而且是在苏格兰 比我们的 都超过我们 这个中国的最上面的边界 已经住过同纬度 是在西伯利亚 早春的时候 哎呀 很凉很凉 可是我就穿一件西装 然后就是 我就手插了口袋里面 在那边走 我就在那边走 那一早上我就在那边走 清晨温度很低 我一方面走 我就一直为同工祷告 我已经在那边祷告 主要主 这个人怎么 这个样子 那个人那个样子 怎么办啊 我一方面走 后来我就被 许多高大的植物所吸引 那些植物都 十几公尺的植物 有了好几百年了 好几百年的树啊 那每一棵都不一样 外国人种花很好玩 他就是种不一样的 种树都种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不会把同样的树种在一起 他在这边种两棵 然后那边种两棵 他们是故意种的 种的把它分开来 然后种的很宽的地方 哎呀 有的已经开花了 哎 春天就开花的树不多 他还没有长叶子就先开花 开完花来开始长叶子 有没有种树 有有种树的 有种树的 他先开花再长叶子 有的已经开花了 那有的人开始长叶 有的整个冬天都不落叶 有的人春天来 刚发芽 你看到发芽好漂亮 芽冒在那个光秃秃的枝上面 有的好像还死的 可是我知道他没有死 因为春天过去 夏天来了 他们就长得各有千秋 而我来到那个地方以前 那些树已经长在那边 几十年 几百年 冬去春来 春去秋来 神每年装饰它们 神每年照顾它们 我在那边看到那棵树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 神感动我说 同工们都会长得 他们有的长得快 有的长得慢 是因为他们的天性 有的长得快 有的长得慢 是他们的个性 有的长得快 有的长得慢 是他们自己想不想追求 想不想成长 可是他们只要在神的装饰之下 他们只要在神的恩典之下 都能够成就一般气象 我就突然想起圣经上的话 保罗说 说我栽种了 亚伯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我突然心就下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想叫他能生长 我不应该担那个 我担不起的担子 我就希望他成长 我希望他成长 不神告诉我们说 栽种的也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有叫他生长的神 所以栽种的浇灌都一样 你只要做了栽种 你只要做了浇灌 将来个人要自己长 然后我们做了 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 我可以说在教会里面 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同工 灰心到放弃过 没有 我顶多就是说 可能跟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暂时分开来一下下 就说了疏远一点点 可是我从来没有 可以说完全没有放弃过 但因着那一天 我看到神的作为 我看到神大能的作为 我再一次确定 我只能做栽种的工作 我只能做浇灌的工作 我顶多做这个东西 那么我不必忧虑 我的忧虑并不能使事情改变 这并不是我想通的 我根本没办法想通 我就是在那边走来走去 看着野外 我突然 神就让我看见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出去到 看到上帝作为的地方 不要只在我们这一边 这里面 大概只有两个 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到 上帝作为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茶花儿 你听得懂吗 其他地方都是人造的 我没有说人造的不好 可是人造的很难让我们想起上帝的作为 你到自然的地方去看 你到海野外 你到海边 你到山里 你去旅游 你不要关在家里 你只要出去 忧虑会因为你看到上帝的作为而离开你 所以第一要听基督的话 第二要看上帝的作为 哇时间不够了 第三第四 第三第三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三四我简单讲好了 第三节第三段 三十一到三十三九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边提到 神不是要我们故意忽略我们所担心的事 我们所忧虑的事 凡是会让我们忧虑担心的事情 我们就是会担心 我们不可能因为故意忽略他 而让我们不担心 我刚才说过了 你越是不要去想一件事情 你越是在想那件事情 你说我不要想他 你越是在想他 你才说你不要想他 你越不要想 你就没有办法 主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所忧虑的事情 神早就知道了 他说告诉我们 你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这边是因为讲到财物 所以讲到你们需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想法 他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 虽然他的安排 我们不一定看得懂 你知道人很难看懂上帝的安排的 我们当然不容易看懂上帝的安排 你两岁的孩子 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 为什么如果三岁五岁的孩子 不了解我们 我们能够接受 我们却不能够接受上帝的安排 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呢 你听得懂吗 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也不过差几岁啊 三十岁吧 你晚一点生四十岁吧 你跟你儿女差四十岁吧 上帝跟我们差几岁啊 对不对 他从更古道永远啊 而我们这部短暂的一生啊 所以我们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 我常常觉得说人 每次都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这样的时候 上帝有时候如果他回答应该是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 还有我如果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 你又听得懂吗 听不懂的 我们总是要用三年五年的远见 来衡量上帝永恒的计划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说我就是想不通了怎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神的国和神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以为是神伟大神国的普世恩典 是神的义章权的这个世代 其实主耶稣没讲那么难的东西啊 如果讲那么难的东西 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忧虑问题啊 主耶稣这边更主要的是 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我们在这边第三 我们应该求神国和神义群起下来 第一听基督的话语 第二看上帝的作为 三求神国和神义 什么是神国和神义呢 就是注意听好 神国和神义 就是让神的国跟我们更有关系 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 简单讲就是求神更多的同在 其实我们应该求神来与我们同在 有的神你还缺什么 弟兄姐妹有的神 即使你缺什么还有什么重要的 有的神你还缺什么 有的神你就是缺什么 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什么都是短暂的 什么都是现实的 什么都是今生的 这叫做轻重之别 叫做灵里光明 什么叫灵里光明 就是我们会去求 让神来与我们同在 神来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去祷告 求神来与我们同在 有人常常 很多人问我 因为很多人生病嘛 又问我说 怎么为一个重病的人祷告 我每一次为重病的人祷告 都是一样的 不是我说一样的 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不是内容是一样的 我每一次祷告都跟上说 要这个重病的人好起来 这个是我能看到的最远嘛 对不对 我能看到的最远就是这个病人好起来啊 虽然医生说已经好不起来了 可是我祷告还是跟上说 主帮我让他好起来 我希望他好起来 这是我能看到最远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家人在重病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他好起来 当然了不是好的办好不好的 这完全好起来嘛对不对 可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 我都祷告求神的国和神的意义 临到他 这个才比那更重要 虽然我可以这样祷告 我希望他好起来 可是我说主啊 除了这个以外 你让他好起来以外 可不可以请你与他同在 与他的家人同在 求神把最好的给他 什么对他最好的 我并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为病人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神来与我同在 神来与他同在 神来与家属同在 当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意 更多的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忧虑就解决了 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你不知道怎么拿走的 你不知道怎么拿走的 就突然解决了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求神国和神义 我在说 不是当你有很忧虑的事情 你不是求神的国和神义 很伟大的临到普世人 你祷告不出来的 你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临到谁 临到自己 临到自己 主啊你让我看见 你与我同样是好都无比的 当你这样倒霸的同时 把你的所有的忧虑带来 到在上帝的面前 说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让你知道 第一你要听基督的话语 第二你看上帝的作为 第三 你要求神国和神义来临到你 第四 第四 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一天的难处 写下来 哎呀我告诉你 基督讲话是非常的实际的 你说我 你说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忧虑呢 我们人在忧虑当中 进进出出的 我们不可能毫无忧虑 主耶稣告诉我们 何必忧虑 不要忧虑 可是主耶稣明明的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忧虑 忧虑是我们人的天性 我们一定有办法摆脱忧虑的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说 你要听我的话 听基督的话 第二你要看上帝的作为呀 第三个 你要求神国跟神义来与你同在呀 第四 如果你还不行 这边告诉我们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当一天的难处 这非常的实际啊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问管理学家 如果你问那个 最会教导那个 那个心理的 管理的 都没想到这一步啊 你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嘛 我的确还有难处 他告诉我们说 单一天的难处 这个意思不是叫 我们不要计划啊 其实倒过来啊 是要计划啊 计划是解决 我们忧虑的办法之一 我们应该要计划 我们应该要筹划 我们应该把一些事情 放在计划的里面 放在逐步解决的计划里面 然后我们就不要忧虑 把它丢进去 我到 现在是十月多 我到年底之前 还有很多的事情 还有几次要出国 还有教会一些事情要决定 还有几个同工 要跟他们谈 很大的事情 还有三年的计划 还有几个 可是你照怎么办呢 有人问我说 你会不会忧虑 会忧虑啊 不忧虑就糟糕了 因为 我会担心 神也把爱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希望 这个教会 走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会想到 有人生病 我们想到有人有难处 我们会想到有人灵性低落 我们想到 同工们需要更多的 彼此的和睦 我们想到很多的问题 可是怎么办呢 我通常想不到一件事情 我就把它写在记事部上面 我就把它写下去 写下去 而且写在 后面 或者是比较急的 写在前面 就是每一天 的calendar 我就写 就写 我放在这边 那你来帮助我 我放下去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我告诉你 通通急在今天 马上头发就变白了 对不对 你放在计划的里面 明天再处理 我告诉各位 忧虑都是忧虑 未来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 把忧虑放在未来了 你就不会忧虑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 单一天的难处 一天自由 一天的难处 你可以先安排 你放进去之后 你就放在那边 因为第一个 基督有话语 第二个 上帝有作为 第三个 神国跟神医会临到我们 你说我还不行 那没关系 你单一天的难处嘛 早上起来 单一天的难处 一天的难处 都太重了 不要忧虑明天 你可以先安排 学生也是这样 你不必忧虑 你书读不完吗 你放在那边 按时读书 医表操课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老 老弟兄跟我说 他说 他说我老了怎么办 他说我病了 谁来照顾我 我后来回来 他说你现在 不必忧虑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 你现在还没有老到 你没有办法 这样 你今天好好的生活 更重要 你今天好好的过 今天最重要了 你今天忧虑明天干什么呢 还有呢 谁知道 谁会 先生病呢 对不对 谁知道 谁会 先走呢 根本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你 根本没有人知道 你何必先担这个心呢 所以你忧虑的事情 你一定会发生吗 不一定会发生的 发生的肯定 没人来帮助你吗 也不一定这样 如果你再忧虑 你把它写下来 写在祭司库的后面 过五天再来 烦这个事情 放在那边 你现在先烦别的事情 烦什么 烦今天的事情 主耶稣告诉我们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等明天到了 我们再说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因为 我们讲结论了 我们因为有神的形象 跟神的样式 所以我们会爱人 所以我们会操心 所以我们会关心人 所以我们会在乎 许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忧虑 这个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超过就不对了 超过了就不对了 过 由不及 你完全不关心人 跟你忧虑太多 都不好 怎么办呢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解决的办法 第一是听 你们不讲话 第一个是听 基督的话语 第二个是看 上帝的作为 第三是求 神国和神义 你说我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当 一天的难处 你回去之后 你把这四句话背起来 当你忧虑来的时候 你先去看基督的话语 去看上帝的作为 求神国跟神义 所以我说我真的没办法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 最后一招 叫做当一天的难处 盼盼我们弟兄姐妹 慢慢学习 把这一个过程 这一个步骤学会 那么你看看你的忧虑 能不能解决 我不能给你一颗药 让你忧虑拿掉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方法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长期解决你忧虑的方法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的恩典藏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虽然不能不忧虑 但是却告诉我们 如何解决我们的忧虑 我们还有家人没有信主 我们还有至亲的好友 在病痛的里面 我们个人有工作 家庭的难处 主啊我们不能说 我们完全没有忧虑 但是我们巴不得你吸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 看你的作为 让我们来求 你的国和你的义 藏藏在我们的身上 主我们也求你 让我们学会 只当一天的难处 你听我们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的圣语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